打开最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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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名厨阿基斯突然现身 让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这场由红道老人基金会 以及由郭台铭所创办的永宁基金会 两个单位连续三年 合作办理宅配幸福的服务 是由营养师设计菜单 并且将做好的佳肴 送是独居长辈家中 为了吸引更多人前来响应 郭董夫人曾馨盈 施然阿基斯合作 要帮现场长辈好好加菜 只用简单的器具 以及市场上随手可得的食材 阿基斯依然是展现大厨风范 手法俐落 为了让长辈吃得健康 在料理时更是强调 减少使用调味料 而郭董夫人曾馨盈 则是扮演小帮手 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这道翡翠拌南烙 就先端上桌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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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 好啦 没吃饮料 谢谢啊 好 没吃饮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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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年纪大了 我们的味蕾就会萎缩 所以吃东西就会吃一些 比较重口味的 所以这时候就要特别注意 当你吃苦味的时候 他会越来越多越胸 什么叫做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感受到了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么样的一个爱心送餐 能够抛砖引玉 那么能够拉抬更多的人 对我们整个大环境 这个弱势的这些老人 多一份关爱 然后让他们生活在这个 很温暖 很和许的大环境社会里头 他们不孤单 协位表示 翟飞幸福这项计划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年 总计已经服务了将近200位的长辈 送出了3万份的营养便当 这次透过阿基斯帮忙宣传 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汇集到更多善心人士的支持 记者洪嘉宏他做什么了